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有句话说 一个人说话的态度比讲话的内容更重要 你说话的态度中藏着你为人处事的方式 说话的态度有多好 预示的运气就有多好 态度不同 说话的效果不同 生活中总不乏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但言为心生 无论你的初衷再好 说话的态度尖算刻薄 也一样是一把伤人的刀子 《好好说话》里讲到 说话之伤都是暗伤 语言可以暖心 也可以伤心 同样的意思 用不同的语气和态度说出来 听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战国时期有一年齐国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饥荒 饿死了许多人 有一个叫钱敖的妇人 心地善良的她 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么多人活活饿死 于是就在路边失洲给过路的穷人 一个灾民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不断地呻吟着 看起来非常痛苦 钱敖立刻拿起一个包子 冲他喊道 过来我给你东西吃 这个灾民停住了脚步 瞪着钱敖说 你以为我饿成这样 就会忍受你的侮辱 接受施舍吗 你错了 就算是饿死 我也不会吃你的东西 钱敖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语气不当 以致让对方误会了 而这个灾民 因为这句话 怎么也不肯吃钱敖给的食物 最后活活饿死在路边 鼓雨云 刀疮一磨 鳄雨难消 语言对人的伤害 羞辱 折损 就像钉到墙里的钉子 即使拾过境迁 即使拔钉而出 但痕迹永远都在 好好说话 温和的态度 表现出来的 是对他人的尊重 与体贴 你说话的态度 就是你内心的样子 佛经里有句 相由心生 这句话 在人际交往方面 同样适用 说话的语气和态度 受到内在情绪的影响 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 内心粗鄙的人 很难出口温和 自私自利的人 也鲜少奉献赞美和安慰 而那些修养高的人呢 不论自己的情绪怎样 压力多大 总是尽量对别人施以温柔 曾国藩升为二品高官时 轿子应该换成八人台的 绿色大轿 依显示身份 但一向低调的曾国藩 觉得这样太过招摇了 依旧使用四人台的蓝色轿子 有一天早上上早潮时 曾国藩的轿夫 在一个狭小的巷子里 遇到了一顶八台绿色大轿 对方的速度很快 曾国藩的轿夫们慌忙停下 将轿子放了下来 在轿子中养精神的曾国藩 正感觉奇怪时 突然从轿子外 伸进来一双大手 将他拖了出去 并在他的脸上 打了一个耳光 混账东西 遇到我们爷也不让道 打他的人 是对方的一个引叫人 也就是在前面开路的人 曾国藩一惊 肯定是自己的轿子 挡住了那位王公贵宿的到了 不然还没人敢打一个二品大员 曾国藩只好走到对方的轿子边 慌忙赔礼道歉 没想到轿子里却连滚带爬下了一个人 朝曾国藩一头跪下 大喊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曾国藩忙了半天 才从对方头上的顶子看出 是一个三品官员 一个下官如此猖狂 敢打上级官员 按照当时大清的法律 这可以定死罪 曾国藩却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将这位三品官员扶起 笑着说道 是本官的轿子挡了大人的道 不怪你 不必放在心上 心飘飘的一句话 尽显民事的分度 后来此官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会给曾国藩说好话 说他胸怀哑量 值得信赖 著名诗人本琼森曾说 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 只要你说话 我就能了解你 语言具有神奇的力量 我们常常称赞一个人会说话 绝不单单指他们会说华丽的词早 而是觉得 他们说话的语气和态度 总让人听起来舒服 所谓心有善念 口吐莲花 真正说话动听的人 必然是心怀善意 懂得尊重的人 你说话的态度 决定你的运气 宋千玲说 说话的态度有多好 与世的运气就有多好 那些总是温声细语的人 不仅能让人感到舒服 还总能在生活中如鱼得水 好运不断 在奇葩说节目中担任导师的蔡康永 一直是娱乐圈典型的高情商和好人员的代表 他出道数十年 主持过多档节目 但在他身上 我们很难见到盛气凌人的姿态 无论同谁交谈 他仿佛永远都是温声细语 威威道来 正如他在《说话之道》里提到的 你越会说话 别人就越快乐 别人越快乐 就会越喜欢你 别人越喜欢你 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 你会越快乐 深以为然 你的嘴决定了你的风水 你说话的态度决定了你的运气 与人相交 说话沟通并非意识 真诚的心 是打开一切的法宝 以真诚对待别人 才能获得别人的真诚对待 真诚不仅体现在语言上 还体现在 你说话时的面部肢体动作等细节中 说话态度要真诚 一个态度不真诚的人 不论如何伪装 总会有小动作出卖他 就算当时看不出 时间长了 也会暴露出真实的品行 发自内心的话 总能深入人心 只有端正说话的态度 才能会让人与你更亲近 真诚不是油滑 不是套路 而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情感 让对方感受到 你话语里的真心很简单 保持好的心情 不负传播能量 在言语间尊重别人 就是真诚 人生路上 和善的语气态度 往往能为你收获 见山开路 逢水搭桥的运气 那些出言不逊的人 总是无形间 在自己周围 筑起了道道围墙 即使有好运 也难以抵达 人活一世 所有的关系 都需要用心经营 经营的根本 就是学会好好说话 说话是一件 我们靠用一点心 就可以不断进步的事 控制好态度 也是我们一生的课题 《礼记表记》里有一句话 君子不失足于人 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 大意是 君子在别人面前 举止应慎重 容颜要端庄 不要说错话 和说不该说的话 很多时候 你一说话 就暴露了 你的修养 和为人品行 切勿因说话 而毁了你自己 不要以说话之为借口 其实 这就是坏 如果你是豆腐心 那何必刀子嘴呢 万物皆有因果 你对他人的一句恶言 终会有人回之于你 好的语气 能让他人如暮暖阳 也会使自己 事半功倍 愿行走在人生路上的你我 都能用温声细语 同彼此交换真心 和好运 撞个满怀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